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根據英國媒體每日電信報的消息 曼聯正考慮引進熱刺的丹麥中場赫爾保 赫爾保在2020年的夏天以1500萬英鎊的價格加盟熱刺 列為28歲的丹麥國腳 在球隊新主席普斯迪高爾上任後成為後備 熱刺在今個夏天曾接受西甲馬體會對赫爾保3000萬英鎊的報價 不過教育因為個人條款未能達成一致而告趨 而赫爾保也拒絕了前往沙地踢球的機會 根據每日電信報的報道 曼聯有意引進赫爾保 而熱刺也願意在轉會槍關閉前出售列明球員 但曼聯能否取得進展仍有待觀察 此前曼聯對於簽下費倫天拿中場 雅拉巴特進行過談判 列明摩洛哥國腳雖然一直都是紅魔鬼在今個夏季的引迴目標之一 但到目前為止曼聯仍然未同佛倫天拿作出正式報價 這一點可能揭示曼聯有需要先出售一些球員來籌集資金 有消息指出白人主帥稻草 對曼聯中場密托米尼有興趣 如果費用合適 這位蘇格蘭國腳可以離開曼聯 而曼聯已經為他標價4500萬英鎊 不過我相信這個價格比較難出售 我是阿斌 到就是各位收聽 下載M直播APP 隨時隨地有歌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